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关心中股公车的问题 市长谢伟良达询时强调 他上任后的2023年一整年 对照过去前市府市公车的不良率是最低的 机动市议会临时会开议 市议员非常关心前阵子以来中股市公车 经常有抛锚故障的问题 有的议员认为现任市长要更重视市公车经常故障的情况 发现从台北回来 我又来到了台北市的公车 哦 修正 是台北市不要的公车 老旧的车椅 不良的冷气 让我们整个公车的空气品质非常的糟糕 感觉快要到家了 结果又抛锚了 司机压力也很大 每天都要提早上班去检修这个老旧公车 到底有没有可能又再度抛锚 但是明明就已经定期保养了 那能怎么办 以旧换旧你们都会说机具老化 这是没有办法改善的问题 到底为什么 你接下来的中古车你还要继续采购完吗 对此也有议员调出前任市长时期 市公车因为抛锚故障导致多人受伤的新闻片段 在市议会播映直询强调 中古市公车从前任市长就开始买了 更有严重的故障事故发生 不应该放大现任市长任内 公车故障的意外好像特别多 我要讲的是说 最近几起的公车抛锚事件 我们的议员还有什么 政论节目的组织人都太夸张了 有这么严重吗 比起零右上市长任内的这件事情 我们的抛锚事件有这么严重吗 过去零右上市长任内也有买中古车 发生了更严重的交通事故 也是说有钢保养啊 刹车失灵啊 我们国民党的议员啊 统统没有指责 更没有上政议局去乱批评市政府 基隆市长谢国良达巡实则强调 他上任后完整的2023年一整年 对照过去前市府在2021以及2022两年 2023年市公车的不良率是最低的 那以不良率来说 事实上本府从2021年2022年 2023年那本府算是2023年第一年上任 我们其实是在三年里面是最低的 是最低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基隆小市 就会变成全国市的大新 这样对基隆的这个 大家对基隆的能见度 对基隆的了解 跟对于我们市政的宣导 其实它也不见得是一个坏事 但是我们就是会继续努力把它做好 但如果要提到这个公车的这个不良率的话 就是救援率的话 我要跟大家报告 以2021、22、23来说 本府上任后完整的第一年 就是2023年 其实是三年里面最低的 那因为本府刚上任以后 的确也碰到 就是第一年我上任的时候 我们的大型公车 过去的这个柴油的大型公车 就刚好就第一年就停止补助 那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前市府也有 采购中古公车的案例 那因为我一上任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就有 手上有超过50台 超过12年到15年的公车 有待胎换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就依前市府的案例 来做了一些中古公车的一个胎换 谢国良也强调 市府也已经规划好 将在民国114以及115年 全面态换就有燃油施工车 购买全新电动低底盘的施工车 我觉得很感谢我们 各位议员的指导之下 包括美林议员 包括在多很多的党团议员 大家都非常关心 所以我们共同决定 要在民国114年 跟民国115年 把这些公车都换成 电动全新跟地底盘的公车 让我们的市民朋友来使用 在这边也要特别感谢 我们林沛祥委员 跟公路局跟交通部 积极争取 让中央的补助 也能够到 我们这一次的电动公车的采购 市政府公车处也向市议会报告 由于近年来 中央就没有补助市政府购买 蓝油市公车 因此才有现任市府 延续前市府的政策 向台北市购买 二手中股市公车的情况 公车处也会针对 中股市公车故障抛锚的问题 缩短维修保养的里程数 以及时间来做因应 希望减少故障的发生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而针对老旧及中股市公车 故障率高 以及请不到公车司机的问题 就有议员建议市府 比照偏远郊区 是否可以用小黄公车 来代替市公车载客呢 对此市长谢国良表示 会请交通处评估 老旧中股市公车故障率高 以及市公车司机离职率高 又请不到司机员的问题 受到议员们高度关心 因此有市议员建议市政府 比较偏远的郊区 是否可以用小黄公车 来替代市公车载客呢 也可以减少市公车 在偏远路线上载客的负担 现在全台湾都在使用的 小黄公车支援偏远路线 市长你的态度是什么 台南南投屏东高雄 全台湾都是成功路线 但唯独基隆市 我们有那么多山区 那么多偏远路线 但前任市府认为不可行 办不到 市长你能够承担吗 是否有机会争取中央补助 引进小黄公车 那服务偏远地区的民众 解决公共运输不均的 这个状况发生 像是台中 刚刚我们陈冠宇也有提到 像是台中台南高雄屏东 都有小黄公车在服务 对此市长谢国良表示 以往曾经在七堵区事办过 不过现有时空背景 已经不一样 他会请交通处评估 是否在事办看看 那小黄公车 在其他城市有成功的案例 看起来也是挺不错的 我个人也是觉得如果有这样的服务 假如这个环境是允许的话 我觉得是正面的 那万一就是说 过去好像曾经在七堵山区 曾经有事办过 那时候有那时候的时空背景 所以我是会请会后请这个交通处 跟你这边再保持联络一下 小黄公车在其他县市成功的案例 在基隆 在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这些 偏远地区什么的 假如能够事办 或许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我们大家客观来评估看看 另外对于市公车司机离职率高 在各行各业都缺工的情况下 聘请新司机更不容易 更何况基隆市的公车司机 是比照公务人员来聘认 加薪或者调薪有一定的限制 市长谢国良强调 市政府会努力来争取到 更多司机能力资源 如何专案的 希望能够在这个司机 因为大家都在争取更多的司机 所以我们也希望在这个 风潮当中 这个能够争取到好的这个司机 这个更多的人力资源 这样子会让我们的业务 可以更顺利的进行下去 而针对基隆市公车 被看作是社会福利的一环 导致市公车处 连年亏损负担沉重 有市议员也建议市政府 是否应该要召开 运驾审议委员会 简单讲就是 是否应该要依照现况 调整公车票价呢 请问基隆市公车的运驾 到底多少 我多次跟公车处讨论 但公车处只能私底下 像一个被欺负的小孩一般 告诉我说 我们每一段的成本是37块 每公里的成本是86块 这件事情已经不是 社福堪免费的问题了 因为即便我是在一个成人 我只收他15块 我仍然有20几块 甚至接近30块的缺口 请问我的运驾补贴 到底能不能开始提供 我如果希望其他业者进来 每个业者只会问你 请问我们的运驾多少 市长我们的运驾补贴 你会提供吗 我们的票价审议委员会 也应该要召开 然后好好的 重新的审视我们公车处 该怎么样去减少它的亏损 不是说它要盈利而不减少亏损 而是你要改变补助模式 才可以让公车处 不要老是被大家针对 市长 我想我们基隆 也有营运审议委员会 那基隆市政府 是不是也可以召开 营运审议委员会 来讨论调整公车的补贴 并争取司机加薪 市政府交通处长 则回应表示 预定今年度会委外去评估 明年度会启动召开会议 公车处的一个运价运能的部分 的一个成本 我们会透过委外的部分去评估 就是刚刚特别提到 运价一个差额到底还有多少 我们把它确认以后 那我们预计在明年度 我们会启动这个俗称的 运价审议委员会 而经过议员们讨论后 议长同志伟也做成决议 市府应于遵守财政纪律下 依使用年限加速泰旧 旧有公车 并积极向中央政府争取补助 第二点 市府应改善监控资讯系统 以提升公车的准点率 和营运效率 令市府应检讨公车处 人力资源 并保障驾驶员的权益 以维持公车之服务品质 第三点 请市府将本市公车入网 营运绩效 及未来电动公车充电站 做通盘检讨 以作为公车营运改善之参考 以上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一辆由基隆开往南港的9026客运 在安乐区麦金路与安国桥交汇路口 跟一辆机车发生擦撞 锦销赶到将人救出送医捡回了一命 至于车祸发生的原因 有待警方调查理清 车祸现场9026客运停在路中央 车头往外偏 车底下一名老翁满脸是血 消防队员立即进行包扎 没有就是有一台要右转 然后他刚好在他后面 连刹车都没刹车直接 转 可能要闪他 然后直接飞过来 站在一旁的客运司机协助警方处理事故 事发在13号上午8点10分左右 一辆9026客运 从长安医院往国家星辰方向行驶 在迈金路与安国桥路口 与同项机车发生了插撞 由于撞击力到大 造成客运右侧玻璃严重碎裂 同一个路线的 同一个路线就对了 撞到你的右挡风玻璃就对了 整个都切过来 勇士迈金路发生的一件车祸 那是游览车跟机车同向行驶 那因为机车变换车道不当 在造成这个交通意外 那这个机车的驾驶 受伤送到长庚医院救治 那在这边还是呼吁我们拥路人 在变换车道的时候 除了搭配我们这个方向灯 那还要注意这个距离 安全通过 由于这起车祸发生在上班尖峰时间 警方先请客运移到路旁 再由江湖队厘清调查事发原因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导 再带你来看国立金融女中 今年创校100周年庆 碰上新就任校长交接 新任校长林三伟表示 未来将记忆网开来 持续培育国家的社会人才 基隆女中是一所百年的历史名校 学生优秀 家长也非常的配合 尤其测区都相当的支持 我相信接任基隆女中之后 一定能够把女中带得更好 新任校长林三伟博士 学经历相当优秀 曾经担任新北教育局课程读学 推动新北高中生在地就学 绩效相当卓越 必须要与临近的高中 以及北北基的所有大学 大家同优共好 因为只有透过课程 透过活动让基隆女中的特色及亮点 让大家看得见 第四 我想配合基隆市政府的在地留财计划 让我们基隆的学子 能够在基隆市政府 以及不管是奖学金 或者是所有的奖助之下 都能够留住人才 为我们基隆的孩子 展现一个比较崭新的未来 我想这些都是我希望 到基隆女中服务之后 能够来推动的 也是一个展望的目标 最后教育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希望到基隆女中之后 跟全校所有新师生 大家共同努力 共同合作 让基隆女中亮点 让所有北北基的家长看见 基隆女中校长林三维接任 承诺将会强化临近高中 和各大学的交流 结合基隆留财计划 协助孩子们提升竞争力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再来看文官局举行 那一滴落下的雨 基隆海洋文学短篇小说集 新书发表会 继112年 基隆文学创作出版补助 颁奖典礼 展现了基隆丰富多元的文学面貌 文官局推出了新书 那一滴落下的雨 汇集了林阳敏 诸国之恩 圣浩伟 白桥 四位知名作家的作品 从不同的角度描绘基隆的风光 人文与历史 为读者呈现基隆独特的魅力 可以让更多的好朋友 从书中看到基隆 那这次我们非常开心 有四位很知名的作家 能够帮我们一起书写 这个短篇小说 透过这样小说的力量 我们希望让大家可以来到基隆 读基隆 看基隆 跟感受基隆 作者们分享了创作过程 和他们眼中的基隆 展现了基隆丰富多元的文学面貌 在这次那一滴落下的雨 这本书里面 我的作品的片名叫做《雨都之舞》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 透过海浪的声音 船只的声音 感受到一种那个 Zomba 或者是K-pop 那种新的节奏感的基隆 随着基隆的各种的声音 大家一起来起舞 我觉得透过小说 是可以让大家看到一个 好像已经消失 但是它曾经存在过 然后曾经在地发生的 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那我希望透过我的作品 让大家看到基隆 一些不为人知的小角落 一些神秘的 透过这篇小说 你可以了解整个基隆的过气 从清代日本时代到战后 现代 还有一些开发 接近的发展 延续去年首次推出的文学创作出版 征选计划 今年再次选出两部优秀的作品 黄作严的书写基隆 港督萨克斯风 和基隆文史协进会的 逐渐消失的基隆码头工人记忆 这些作品 从观光视角 展现了基隆多元的面貌 并记录了基隆港口工人的生命史 期待透过这些多元的文学作品 能够持续挖掘基隆的独特魅力 让基隆的故事 传播得更远更广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 最久不见 XV 喂 苏西啊 你怎么还没到吗 我们三缺一了 就等你一个 你在引法据典 啊 引法据典是什么 基隆市引法人才服务据典 提供多元化付务项目 包含求職登記 特別化諮詢 履歷見證及就業媒合 就業前準備課程 交流研討會 真材活動 職場體驗等各項活動喔 平法活動 世代共榮 職場體驗等各項活動 我覺得很好 因為可以快速通過 有先禮當新人的那種感覺 社長 欸 妳被擋住了喔 好 我來把它翻開 好重 好了 可以走了 各位市民好朋友 你會擔心像剛剛的許願一樣 想要進出的時候 結果都被盆栽都擋住了嗎 我們7月1號開始 有一個盆栽整潔的專案 我們將會用綠腳鴨 來代替行人需要進空的空間 讓您可以有一個更舒適 更安全的行人空間 請一起享用我們的綠腳鴨 來代替我們的盆栽 盆栽擺放藥 不妨礙交通 可自身蚊蟲 可自身蚊蟲 不製造髒亂 為了我們的乾淨家園 我們的盆栽要整潔喔 哇 這款酒好美又特價 剛好可以買來下週末的舞會上喝 等等 在網路 郵購 自動販賣機 無人商店等地方買賣煙酒 沒辦法知道買東西人的年齡 所以是禁止的唷 什麼 還要罰錢 一次有煙酒為依法販售 可拨打檢舉專線 0800 867 890 還有還有 購買酒類時 酒瓶上有這個優質酒類認證的標章 就會更有保障唷 網路競商煙酒 優質酒類認證有保障 基隆市政府提醒您 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基隆市議會臨時會開議 市議員還是非常關心電動機車的問題 特別是目前申請和發放電動機車 最多的光陽電動機車 全基隆只有一個站點案 環保局強調已經積極協商業者增加門市 換電站的設置也將以 黎明活動中心為主要的設置地點 基隆市議會臨時會開議 市議員還是非常關心電動機車問題 特別是目前申請和發放電動機車 最多的光陽電動機車 全基隆目前只有信義去一個站點 議員希望趕快增加車行 以及換電站來服務民眾 只有週一到週五 這個時段12點到7點半在做這件事情 為什麼只有一間機車行配合辦理 缺車缺成這樣 民眾要先預付8200塊 然後要等了四五個月 缺車缺成這樣 請問一下光陽是產能不足嗎 如果產能不足 為什麼他要來拿基隆市政府的案子 為什麼他要來拿這個政府標案 如果是像當初市長在回答大家的情況 這個是一個政府標案 我們基隆市的市民一般的上班 包含代步都是以機車比較多 那未來的話我也是建議我們環保級的 在我們郊區郊外的 那個你也知道 這個實命 尋找地點 設置啊 這個我們的充氣站 一定啊 我們這個比較郊外 像我們宜蘭瑪林啊 我們中山姑威啊 大甘寧等等啊 暖冬 暖冬地方啊 那些都比較郊外 郊區 這一家業者 他的充電槽他總共有幾格嗎 他總共只有215格的充電槽 你知道在7000台的電動機車 居然要用這215格的充電槽 他的比例是多少 他是1比32 相較於其他電動機車廠牌 他的充電槽的數量是1比4 你覺得我們現在的電動機車的充電裝 甚至充電槽的數量 真的足夠來讓我們基隆市民 現在在這個電動機車的使用上 是真的有電可用嗎 根據市政府環保局的統計 目前總共有15000多件申請案 大約發出7000多台電動機車 還有將近8000台左右的車主 等著領車以及後續的換電問題 環保局強調已經積極協商業者增加贊點 而換電站設置也將以李明活動中心 為主要設置地點 基隆市申請數量跟議員做報告 也有一萬多量 一萬五千輛左右 所以廠商他當然要負起他的責任 應該要針對他的這個交車的地方 或者是他的門市 要做這個必要的增加 這個部分我們也已經很明確的傳達給廠商 那廠商的這個回復也蠻正面的 我想應該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因為在基隆這種單一一家門市 這個交車的狀況 應該會得到有所的改善跟緩解 對各里的李明中心 也是我們各里民眾的這個聚會 跟這個活動的場所 我們會優先的來將我們的充換電站 能夠來做相關的建置 但也必須說一個充換電站的建置 其實有許多的部門必須要大家一起合作 除了我們市府的平行單位以外 其實台電的角色也蠻關鍵的 因為有包含這個接電引電的問題 不只是電動機車問題 包括市議會議員們提出的各項市政建設議案 議長同志委都希望能夠在臨時會開議時 一併說明清楚讓市民充分了解 因為基隆市許多政策議題已經成為全國焦點 希望府會雙方互相尊重 加強溝通才能夠真正推動發展市政 有利於市民和基隆發展的 就應該大力去做 基隆市議會全體議員也會支持還有協助 但如果有一些政策有引發討論 我想局處間還是府會 都需要跟市民來多溝通跟對話 議員本於人民賦予付諸的神聖權利 本來就應該神聖來檢視市府提出的各項議案 如果有相關的討論 也希望大家可以互相尊重 我想議員也代表著市民發表他們的心聲 所以希望市政府仔細聆聽慎重檢視相關的政策 不要用政治角度來特別的解讀 而是站在市政發展市民的需求上 重新來思考 溝通我想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市府應主動積極和議員同仁來溝通 說明議案中的細節 如果有疑慮也應該慎重的來回應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導 以上六今天的中家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曉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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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管辖最多的灯塔在哪里呢 孤单又浪漫是什么职业啊 码头工人秘语打鸟是什么呢 基隆为节目将用镜头带领观众实地走法体验基隆的味道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每周三晚上九点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投资标股 卖向财富自由 欢迎你 让我带你走向成功 欧根的老师就赚了十万哦 我刚才到人生第一场金了 注意 这边有个新的投资标的 五十万 报你吧 只有十个名额 王小佳 网络投资陷阱多 稳住不赔是诈骗 欢迎拨打1.5版诈骗专线查询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到你来给不到五秒钟 但是一出门 我就看到 阿嬷要去拜拜 阿伯要去买菜 超保油门 我也只能轻轻地踩 学校附近五婴阿郎 医院周边有老大郎 人车拥挤处有探夾郎 五号这行阿口 有咱处来郎 整条路都自己郎 特定区域小心 减速随停 让爱随行 住在九公寓三楼的陈奶奶 每天都在阳台边 与邻居们打招呼 因为爬楼梯 已成为她出门的障碍 设斩包出带馆4.0 以屋换屋 可跨县市服务 让长者生活更便利 包出带馆333 方便行 安心住 设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合的业者 都会遭到罪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合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合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合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